他也可以對這個地方更深入圍景 嘉義縣大陵鎮中山路坐落者移動百年牌樓市街屋 为了保存及活化在地历史建築 大陵鎮名代表江明赫成租老屋 经过长期整理及规划 向嘉義縣文化观光局提报并登陆为历史建築 成为大陵为二有形文化资产 从前面的店面天井到主体到最后面的水井到厨房 到后面的后门这一整条都叫做历史建築 房子建造其实分两个时期 前面是旧的时期 1907年就是眉山大地震之后 整个中山路重新街区再造盖的 原本它就只有前面而已 后来慢慢有钱之后就往后盖 为了尽量保留老屋原本的样貌 江明赫花了四年的时间修缮 也邀请南华大学的师生协助部分工程 让修缮的过程变得更有意义 一路上遇到很多贵人来帮忙 那当初拆屋顶的时候 也是南华大学的陈正泽老师 带着同学我们一起把一片一片的屋顶拆下来刷干净 去拆的时候还有很多很糗的事情 比如说学生看到阴架不敢爬 然后爬上去以后就形成一个人笼 然后就慢慢把瓦这样穿下来 老屋修缮结合学校课程 不仅能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历史建筑 了解早期建筑工法 也让闲置已久的老屋有更多被看见的机会 那透过分类同学会就会知道说 他说原来该一个房子需要这么多种类的 这个社会意义就是从他在整理的过程就开始发生了 而不是说他被指定成文化资产以后 大家才开始看见他 他在这个前期秀宇的时候 就一直有这个社会脉络的运作 不是局限在一个那个工班身上 江明浩将大陵济阳演派街屋 命名为秋水柱地点马 未来将持续推广在地文化 让更多人认识大陵 希望说它可以变成大陵的故事屋 然后民间版的旅客服务中心 藉由讲故事 藉由小旅行 也可以去介绍地方的文化 介绍地方的产品 甚至我们还可以把人引导到他想去的社区 你先好好的去做 那做到让人家感动人家想要来了 那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那慢慢的就形成了地方的文化 隐藏在大陵老街中的牌楼市街屋 不仅集结在地力量 也传承了老屋的历史记忆 中正一报 黄永杰 黄丽霆 嘉义大陵报导 中正一报 黄永杰 黄丽霆 嘉义大陵报导